这是一个在美国发生的真实故事 谁都无法想象 一个穿着打扮很正式的绅士 案题中却是赫赫有名的毒枭大王 1970年代 纽约市曼哈顿哈林区 被誉为犯罪者的天堂 这里黑恶势力团体发展各大街道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违法交易 虽然聚集了大量黑帮 但他们被名叫邦比的大佬管制 所以很少爆发冲突 都是按照规定的制度共存 在邦比管理的40年间 哈林区并不算混乱 他会时不时免费发放食物帮助穷人 也会捐出大量财富做慈善事业 他的周围不是政绩官员 就是商业老板 再不然就是贵族和明星 很难把他和黑帮联系到一起 在邦比死亡的葬礼上 社会各个阶层人员都有到场 黑白两道的大佬亲自前来悼念 可想邦比的影响力有多大 但大部分人对邦比的死都感到开心 管理者消失 也就意味着旧规矩无复存在 以后谁厉害 谁就能定新的规矩 邦比的葬礼暗示着一场大战的处罚 唯一对邦比死感到伤心的只有弗兰克·卢卡斯 他从十几岁便开始跟随邦比 所谓他的司机紧随其后 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全部来自于邦比 对他而言是比亲人还要亲的人 葬礼上他直言 在座的有一半都欠着邦比的钱 他会一笔一笔全部讨回来 葬礼刚刚结束 哈林区便进入混乱 基督警察开始对毒枭进行清理 定点打击专门抢走他们的货物 然后再从正午时取出来 往里面掺和其他东西 高价卖给毒枭 原本货物的纯度质量一落千丈 即便知道警方故意耍他们 也只能任凭摆布 听命行事 他各大位置空出来 下面的黑帮为了争夺最强 开始爆发各种冲突 争夺地盘 一场腥风血雨下来 名叫谭歌的人成为新的霸主 他发布了新规定 凡是在他地盘上贩卖为禁物品 必须交20%的利润给他 否则就要滚蛋 只要比之前高出很多 当他找到弗兰克索要保护费时 弗兰克只给了一美元用来羞辱他 其实案提中 弗兰克已经开始准备翻盘行动 芒比曾经告诉他 领导者就要向牧羊人 他把最敏捷的羊打头阵 其余的就会跟着走 牧羊人仅仅跟在头羊后面走 在需要的时候需要手中的棍子 但大多时候并不需要 他的暗处却控制着整个羊群 这番话让他受益黑钱 当时正值越南战争 美国派遣了大连军队投入到越南 碰巧的是弗兰克的一位朋友 正好是名军官有点小权利 他立马取出自己所有欺缺 携带大连先进要前往越南 目前哈连区的货物纯度并不高 只要弗兰克能够找到更好的货源 也就是第一手制造商金三角 重新掌握哈连区并不是什么难事 来到越南后 他们立马找到当地帮牌 不过由于弗兰克要的太多 对方根本提供不了 就算是当地最大的帮牌也无法支持 所以只能深入前往深山野林 那里都是军阀控制的区域 稍有不慎小命都可能丢掉 好在弗兰克找到其中一位将军 第一次合作将军表示有点疑惑 单独的一个人 如何运送100公斤的货物到美国 如果弗兰克能够活着运出去 以后他会保证要多少货有多少货 将军对他的胆大很赏识 希望可以长久合作下去 美国如此严格的海关 想要通过基本不可能 不过有条线是海关都无法插手的 那就是军队补给线 弗兰克通过金钱收买运输人员 让他们私藏货物安全运到美国本土 神不知鬼不觉 没人敢去调查 弗兰克将纯度很高的货物进行加工 再打上蓝色魔法的专属标签 疫情发售得到客户的大力追捧 因为货物质量比较高 很快他的生意便占据了哈林区很大的市场份额 弗兰克也因此大赚一笔 开张了豪车 住上了高级别墅 生意越做越大 他需要更多的帮手 于是想到家族里的人 一个电话过去让他们全部搬过来赚钱 弗兰克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小时候母亲为了生计 把自己最喜欢的家具卖掉 弗兰克命人重新打造一模一样的来回报母亲 感谢他这么多年的辛勤付出 第二天弗兰克便带着家人走上大街 向他们介绍自己生意的具体项目 以后他们就是弗兰克的左膀右臂 生意的各个环节由他们亲自把关 由上到下形成家族体系 这一套也是邦比交给他的 有了亲信手下 弗兰克不再惧怕任何人 在大街上开枪射杀了弹额 从此真正成为哈连区的幕后大佬 同时他也学习邦比的交际 从来不和黑帮成员有正面接触 他把赚到钱 又在正式名流和政府人员身上 出入场所都是高贵的地方 穿西服打领带 完全的绅士风格 尽量不引人注目避开焦点 美体也很难抓到他的把柄 当看到表弟穿着像个摇滚少年 将他给臭骂一顿 教育他一定要低调 招摇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弗兰克的身世形象引起一位妹子的注意 两个人一排集合短暂聊过后 他们爱上了彼此成为情侣 爱情事业双丰收 弗兰克已然走上人生巅峰 可不知道的是 飞机正在悄然走来 由于违禁物品的泛滥 导致社会越发的混乱 政府方面不得不出手干预 他们成立了专门调查小组 成员都是来自各地的绝对正义警察 他们可以先诊后授 拥有一定的权利 并且小猫小狗都看不上 只负责调查那些超级大鱼 顺藤莫挂 一局歼灭犯罪组织 为首的组长名为李奇 此人是警队十分信任的人物 当年他和搭档无意中 查获将近100万美元现金 要知道 这笔钱足以让两个人过完后半生 搭档认为 他们应该分了这笔钱 然后消失 但李奇坚定地认为应该上交 搭档劝说他 这笔钱差2万3千美元 才能达到100万 如果真的上交 即便自己没有打钱 高层也会认为少的2万3千美元 是他们私吞的 到时候 局里会怀疑 故意刁难他们两个 他的话便没有打动李奇 钱最终还是交到了局里 当着所有人的面 一张一张的清点 正如预想一样 高层怀疑他们拿了钱 根本不给李奇解释的机会 他的搭档遭到特殊对待 没过多久便暴毙街头 李奇也因为此次事件 工作上被重新分配 拿到的收入微波可怜 养价都成问题 媳妇也因此和他离婚 事业和婚姻双重打击 和弗兰克比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好在局里最终还是相信他 任免他为基督小组队长 在他带领下 他们逐渐发现线索 只要和交易人交易得到信任 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计划 李奇从局里拿到2万美元资金 假扮成罪犯和独笑做交易 把钱交到对方手上 在后面跟踪 找到送过人就可以 可是计划途中冲出程咬金 当地警方将罪犯的钱给抢走了 李奇立马出面解释 说自己也是警察 他们查过的钱是自己的 希望可以还回来 对方虽然很生气 但是还是还给了他 临走警告他 不要跨区域办案 来之前事先打个招呼 回到局里 高层也臭骂李奇 你查案可以 为什么要和当地警方碰面 以后案子可以随便查 但高层不想再听到跨区域的事情 言外之意 李奇可以去对方区域查案 不过要案底里 不能被当地警方给发现 经过多方排查 李奇发现了蓝色魔法 也知道产次哈林区 弗兰克的生意越做越大 势力范围也与之俱增 他是个低调不惹事的人 而有些手下就比较嚣张 聚会上 警方的人和一名司机发生争执 司机居然开枪打伤了警方 无法无天 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 弗兰克当众暴打了司机一顿 愤怒地驱赶了所有人 终止了派对 他臭骂自己的表弟 管好自己的手下 做事情要过脑子 不要当个满夫 当时的年代 还是白人权力大点 黑人能够混进政府的寥寥无几 想获得保护 他必须得到白人官员的支持 对方告诉他一个简单的道理 同一个行业 如果你的货物价格比其他人都要好 而且价格还比他们低 客户自然会选择便宜 优质的商品 但这么做势必打乱市场规则 只有你一个人赚了钱 其他人都面临饿死的危险 在生死面前 他们可能会铤而走险 消灭掉让他们没有饭吃的家伙 就算弗兰克手下众多 也只能保护一时 总会有单独的时候 官员警告他 如果不想意外的发生 把你的优质分给其他人 让大家都能赚到钱 才能稳定市场 自己的生意也能够越做越大 弗兰克的货交给他 让他分给下面的人 这就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想法 条件是 绝对没有人找弗兰克的麻烦 无奈弗兰克只能答应他 晚上将会有一场搏击大赛 各界名流大佬都会亲临现场 弗兰克媳妇专门给他买了一身 炸银的皮草 晚上在各种聚光灯下 高调的出场 不仅仅如此 他们买的座位还是最靠前的 要比高级官员还靠前 这可能是弗兰克人生中 最高调的一次行为 也正是这件事 引起里奇的注意 为什么 谋谋无闻的人 居然比高级官员还厉害 各界大佬都要主动和他握手 显然 弗兰克的身份并不一般 经过调查 他们获得简单的基础资料 也将弗兰克家族成员信息莫清 基本上掌握了弗兰克的运作方式 弗兰克的生意遍布很多地方 他的货分给其他榜牌 成分也是一样的 本来定好的规则 被有些大的人给打破 他们拿到弗兰克的货 还假冒蓝色魔法牌子 卖给客户 这点让弗兰克无法忍受 明白这是要抢弗兰克的生意 对方态度嚣张 让他很生气 倒门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越南战争让美国深陷泥潭 花费大量钞票达不到预想目标 总统下令要全部撤退 这将意味着弗兰克的运输渠道 会彻底断掉 他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立马动身前往了越南 将军劝告他 实事务者被俊杰 该收手是旧收手 也不算怂包 但这些话弗兰克并没有听进去 他趁最后一次机会 买下大量的货 李奇也在此时得到线报 在军机刚刚降落时 带人搜查 尽管搜遍了所有角落 甚至不惜冒险打开牺牲士兵的关盖 他们也丝毫没有发现任何违禁品 李奇有着绝对正义的心 可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高层官员训斥他 假如真的搜到违禁品 岂不是告诉民众 这场牺牲数万人的战争 居然是为了走私违禁物品呢 如果没有搜到 那缉毒部门感动劣势的关盖 把英雄不放在眼里 缉毒部门可能会因此紧散 不管搜没搜到 这件事情就不能去做 哪一种情况都不会是好结果 但李奇坚信 货就在飞机上 果不其然 货物藏在棺材甲放中 等调查人员走后 他们开始运输 李奇紧跟其后 带人突破制造点 抓捕了在场所有人 他也得到上层命令 抓捕了弗兰克 在审讯时 弗兰克表示拒绝合作 他相信外面的人会救他 可当他知道 李奇商交100万美元是真的 他从内心佩服 拥有绝对正义的人 同时他也同恨那些 从他口袋里拿钱的警察 他们和黑帮没有区别 却打着正义的旗号 李奇答应他 只要交代所有事情 他可以减刑 过不了多久就能出狱 于是弗兰克和他达成协议 将那些黑警黑官 全部抖了出来 最终在他们合作下 纽约系统部门 四分之三的探员被捕 全面清理掉 收黑钱的渣渣 此次事件后 李奇从警局辞职 成为一名辩护律师 在他的帮助下 弗兰克只被判了15年 别出狱 当他再次见到外面的世界 早已物是人非 他和社会脱轨 如果他想东山再起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他选择洗心革面 做正当生意 和李奇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故事也到此圆满结束 本片改编自真实事件 名为美国黑帮 最后得出一句话 那就是正义不是补道 只是时候未到 正义的一方 永远都是强大的 同时也警示 千万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安心上班赚钱 才是正道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